你好,想弄点啥? 老板,你给我看看,我这有个铜钱 能值多少钱? 能值多少钱? 嗯 你这铜钱哪来的呀? 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 对 他为啥要送你铜钱拿着? 送铜钱,然后买的房子搅放了吗? 搅放之后,然后你不该装修,该干啥了 然后搅放的时候,不还有居心的仪式吗? 搅放仪式,对不对? 然后按在一块都行,然后请前朋友吃饭 然后一动工,是不是? 对 然后这其他朋友咧? 都是李左上的桌子上都一人给个红包200块钱,是吧? 那是,都给200块钱,咱这边一般都是200 对,然后他给了几个铜钱 这几个铜钱能值多少钱呢? 哦,你说一个朋友 等于说他没给你们随份子钱 直接给了你五枚铜钱 嗯 他给你五枚铜钱有啥用啊? 他说 他不是让我装修的时候放地板转地啊? 门口 辟邪 辟邪招财 是吧? 嗯 那我也看了这五地钱 这一个就算置十万钱 他最多的都五十块钱啊 你意思他不如给200块钱来的罚算 对啊,200块钱我先赶上赶上 我给你说一下啊 这几个铜钱的都是真的 这叫五地钱 他应该跟你说了吧 他说你没记住 其他事还要杀我 我反正是乱八道一大堆 我也不懂 我跟你说这五地钱啊 你要按道理来讲 比那200块钱 你减缓这肯定价值要高 价值高 对价值高 对价值高 你因为你这 按正常来讲 你在市场上 200块钱买不到这个 买不到? 对,你买不到 你可能就一个你都买不到 就这一个 那你说这比200块钱还值钱呢 他让我卖到地板转地下啊 那还不如给我200块钱 我想买啥买啥 那你要是 你这么说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非常有道理 不过你要是真的不喜欢这个 你可以给我啊 我给你200块钱 那不懂 你都说比200块钱够了 是不是 我还在顶你干什么呢 那我给你300 300块也不买 那比顶上碰都给我的 400 500块也不买 对吧 不卖 这东西啊 那行 那你就买到 买到门口地板转那就行了 招财 辟邪 反正有时候就是有这个讲究 很多地方有这个讲究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几个钱都给我看了 都是老钱 品价都还可以 特别是雍正也不错 里面就雍正价格会高一点 你这个这个朋友还是非常地道 比其他的给200的要地道多了 你这个东西有啥说啥的 说实在话 刚才都给你闹着玩的啊 你像这个东西 你每个七八百买过来 这么贵吗 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像这个 都得上千块 我感觉他没有啥用 这还不是顶级的 顶级的 都得大几千 哦 明白吗 五地钱 那不容 那我怎么办 我回去我不容 好好请请请他 我想给他赶紧拉手吧 你的朋友给你了 送给你们了 对不对 瞧钱之喜 对不对 你以前说上千块 几百块到时候 他瞧钱之喜的时候 我拿多少的 你拿多少 你给他找个五地钱给他呀 对不对 他既然留我这 他比我冬 对不对 我万一买到家里了 到时候多尴尬吧 对不对 对啊 我也不冬 我会有 你的朋友不错 我得找他探探 行 谢谢老板 再见